《出埃及记》第39章 他们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做彩衣 在上所公职时穿着 又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为亚伦做圣衣 又用金线、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碾的细麻做乙伏德 他们把金子垂成薄片 剪成细线 用巧公织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细麻之中 又为乙伏德做相连的肩带 把乙伏德的两端连接起来 上面的袋子做法好像乙伏德一样 与乙伏德连在一起 都用金线、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碾的细麻做的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他们预备了两块红玛瑙宝石 相看在金草里 又用刻图章的方法 刻上以色列种子的名字 把这两块宝石 放在乙伏德的两条肩带上 做以色列人的纪念石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他又用巧设的图案 手工做胸牌 像做乙伏德一样 用金线、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碾的细麻做的 胸牌是正方形的 他们把胸牌做成双层 长22公分 宽22公分 是双层的 又把四行宝石镶在上面 一行是红宝石 黄玉、翡翠 这是第一行 第二行是紫宝石 蓝宝石、金刚石 第三行是黄玛瑙、白玛瑙、紫金 第四行是水仓玉 红玛瑙、碧玉 这些宝石都是香在金草里 这些宝石代表以色列种子的名字 共有12块 用刻图章的方法 每块刻上一个名字 12块代表12个支派 又在胸牌上用纯金做链子 像拧绳子一般做成 又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 把两个金环安放在胸牌的两端 把那两条金绳穿在胸牌两端的环子里 又把金绳的另两端接在两槽上 再把它们连在以伏德前面的肩带上 他又做两个金环安放在胸牌的两端 在胸牌的两边 就是在以伏德里面的边上 他又做两个金环 安放在以伏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 靠近相连的地方 在以巧弓做成的以伏德的肩带上面 他们用蓝色细带子把胸牌细住 就是把胸牌的环子和以伏德的环子细在一起 使胸牌可以贴在以巧弓织成的以伏德的带子上 免得胸牌从以伏德上脱落 这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又做以伏德的外袍是织成的 全剑是蓝色的 在外袍的中间有一领口 如同战袍的领口 领口的周围有领边 免得领口破裂 又在外袍的底边上 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 免得细麻做石榴 他又用纯金做铃铛 把精灵安放在石榴中间 就是安放在外袍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 一个精灵 一个石榴 一个精灵 一个石榴 在外袍周围的底边上 在公职时穿用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他又用织成的细麻布 替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 并且用细麻做礼罐 用细麻做头巾 用碾的细麻做细麻布裤子 以及用碾的细麻 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用刺绣的手工做腰带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他们用纯金做圣罐上的牌子 又用刻图章的方法 在上面刻着 归耶和华为圣的字样 又用一条蓝色细带子 把牌子细住 细在礼罐的上面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于是账目 就是绘幕的一切工程都完成了 凡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都照着做了 这样 他们就做完了绘幕的一切工程 他们把账目 绘幕和绘幕的一切器具 都带到摩西那里 就是钩子 木板 横栓 柱子 柱座 染红公山羊皮的盖 海狗皮的盖 和遮盖至圣所的曼子 法柜 柜杠和施恩座 桌子 桌子上的一切器具和陈设柄 纯金的灯台与灯盏 就是摆列在灯台上的灯盏 和灯台上的一切器具 以及点灯用的油 金坛 高油 芬芳的香和会幕的门帘 铜坛 坛上的铜网 弹杠 坛上的一切器具 洗桌盆和盆座 院子的漫木 柱子 柱座 院子的门帘 绳子 钉子 和正木 以及会幕一切使用的器具 在圣所公职用的彩衣 祭司亚伦的圣衣 和他儿子公祭司职的衣服 这一切工作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做 摩西查看了一切工作 见他们所做的 完全是耶和华吩咐的 就给他们祝福 的时候 就是 麻将 门帘 去 与